作词 李宗盛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醉落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潇潇 天地一片苍茫 一片寒梅浩里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心间 夜 一片冰枉 娘 你真是越来越孝顺了 娘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以后天天都帮你洗脚 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药 我药忘了 不是福星书在主药吗 你怎么来了 还在还在 不是 我是想亲自为文医熬药 正阳 谢谢你啊 看到娘开心 我也觉得很欣慰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来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当然是做饭啊 做饭 那绣云呢 绣云啊 那个懒虫 不到上午她才不会起来呢 千惠 你果然人如其名 一样的贤惠 娘 药不烫了 来 喝吧 这什么药啊 这么苦啊 良药苦口啊 娘 这样效果才好呢 我又没有病 为什么要给我喝药啊 我不喝 这是大夫开的补药 喝了之后能强身健体的 娘 好了 再喝一口 不喝一口 嗯 那又我不喝了 不喝了 娘 你听话啊 玉坤 娘想吃西瓜 你让福西去买个西瓜回来 西瓜 好啊 娘 这样 你先把药给吃了 之后我再给你去买西瓜 好不好 来 没有西瓜 我就不吃药 娘 好好好 我这就去给你买西瓜 天会 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卖西瓜的吗 文艺先要苦 她不肯吃药 娘大叔的西瓜铺还没开呢 等一下吧 不能等 文艺不吃药 她病怎么能好呢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药 我娘就给我买西瓜 可是我娘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现在就把文艺当作我的亲娘 就要看到她开心 我才能开心啊 好 那我陪你去杨大叔家 好 好了没有啊 快 走 这里 就是卖西瓜的杨大叔家了 玩锁着啊 我来叫他 你带钱了吗 没有 你没带吗 我们出门太着急了 我也没带 怎么办啊 我回家去去吧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样 你先这里别动 你干吗 来 拿着 你怎么偷人家西瓜呀 不是借的 谁呀 你们干什么 快跑 我说了吧 一定要跑得快 跑得快才 千惠 千惠 没事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需要的花 我可以的 谢谢 谢谢 太谢谢你了 杨大叔 我一会儿就把街送回来 正阳 快走 正阳 快啊 你听我说呀 小伙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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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西瓜西瓜 正阳 进去一下 马上就到家了 不行了 我忙不动了 我累死了 你没事吧 你干吗呀 你放下 你放下 你放下呀 你怎么了 杨大叔已经说了 西瓜可以使用给我 回头把劲给他 你怎么早说呀 我一直想说 你拉着我跑 我怎么说呀 现在又抱着我 你腿怎么了 没事 让我看看 你受伤了怎么都不跟我说呀 都怪我不好 我都不知道你受伤了 我先帮你包扎起来 回去我再帮你涂上药 你是为了我 才受伤的 对不起啊 谢谢你啊 我跟那个花花还挺有缘分的 傻丫头 现在还开玩笑 没事了 我们走吧 你行不行啊 要不我背你吧 不用不用 没事的 我们走吧 西瓜我拿了 这样 你在这里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了 不准暖冻啊 小心腿 我这儿去拿西瓜 娘 吃西瓜喽 娘 这是哥今天早上干买的西瓜 慢点儿 快尝尝吧 可甜了 来 快点儿 娘 这么早 哪儿来的西瓜呀 是我偷的 这怎么能是哥偷的呢 这个 是从杨大叔那儿 赶来的 他一会儿会来拿钱的 娘你坚持 可甜了 对啊 西瓜可甜了 你快尝尝吧 是啊 娘 现在各学乖了 快回来 这当买西瓜给你吃了 你快尝尝吧 这西瓜真的可甜了呢 你哥 从来没给我买过西瓜 娘 郑妮儿 谢谢你 你不恨文艺吗 我不恨你 文艺 你是为了与姑 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娘还活着 我相信她也会为我付出一切的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买西瓜给我娘 可 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这对事情 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的亲娘 文艺 真的 真的 你真的把我当作你娘 那你叫我一身娘 叫我一身娘 娘 娘 好孩子 娘 来 来 来 先慧 赵黄你过来 过来过来帮我干嘛 你试一下这粥熬得怎么样 粥 对呀 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熬的 据说你娘很喜欢喝粥 我又不知道她的口味 你应该了解吧 好 好喝 真的好喝吗 我先把药给文艺寿过去啊 等一下 送王代叔 我把这个还给你 你刷好了吗 伤口消毒了吗 消过了 我看看 让我看一下伤口 不用了 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想看下伤口而已 我没有 没有没有 我没有误会 还有 今天早上 我们偷西瓜的事情 能不能不告诉绣云啊 偷西瓜 为什么呀 我怕她误会 我把那个帕子还给你 也是怕她误会 误会 怎么 好了好了 我要先走了 误会 千惠 什么误会啊 证阳 文艺刚才跟我讲了好多以前的事情 我觉得文艺啊 已经全部都想起来了 她跟你讲什么了 她跟我讲了好多小时候的事情啊 好多好多呢 对了 文艺跟我说 她就是吃了一个西瓜才想起来的 是谁给她买的西瓜呀 是我 是你 大小姐 您买的西瓜我给您送来了 证阳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秀云 这忙我真帮不了你 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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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西瓜的事情啊 千惠姐不告诉我 是怕我多心来着 我真的不会介意的呀 我就想让你陪千惠姐多说说话 好不好 陪陪她姐姐妹好不好 赵绣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跟你说啊 我跟千惠姐姐可好了 就跟亲姐妹一样 有什么好吃的呢 我们就一起吃 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就一起玩 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一起穿 真的 赵绣阳 你太过分了 你拿我当什么了 你的玩具是吧 真没想到你会把感情 看得这么儿戏 我真的看错你了 你先别着急嘛 我给你看样东西 你就知道了 走 过来 这是千惠的房间吗 这是我房间 把这个拿下来 找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 嗯 你就要给我看这个 这是千惠姐姐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小时候啊 我经常和我爹 去找你这个大笨蛋 文艺呢 整天逼着 玉昆哥哥读书 千惠姐 就没人陪她玩了 也没人陪她说话 那个时候啊 爹送了她这个布娃娃 姐呢 就整天 对着这个布娃娃说话了 后来唯一知道以后 就以为千惠姐傻了 就要把她扔掉 千惠姐姐死也不肯 她就偷偷地把她 放到我这儿来了 正阳 你现在应该清楚 我为什么要找你 帮这个忙了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要是不愿意单独 那就跟我一块儿 我们多陪陪千惠姐 都跟她说说话 帮她解解门 好不好 好不好嘛 原来是最好 太阳出来楼位 西洋洋洋洋洋洋 要起边等浪浪彩 光彩 山山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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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醉落 张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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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鸡蛋们都死光了 张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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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回来外面怎么 张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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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君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我们等了这么久了 快点去陪人找他呀 就是啊 大伯 师君 你找我 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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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来了 走走走 师君 你可来了 咱们沙河真的出了大事了 这一个月以来 镇上就死了十几个人 现在是人心惶惶 能逃的都逃了 再这样下去 咱们沙河真 就真的成了空城了 师君 这个病 真的没法治吗 真的没法治 镇上有一个大夫给别人治病 并没治好 把自己的命给打上了 所以镇上现在没有大夫了 其他的大夫全给吓跑啊 我看哪 这个镇长 还是由你来当把师君哪 你大夫 现在 我当不当镇长已经不重要了 这 最重要的是 把这个瘟疫给制止了 这 可咱们镇上 一个大夫都没有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 是啊 这个镇上 还有一个最好的大夫 谁呀 梁永昌 好 实际啊 是呀 可千万别替梁永昌了 大家说 梁永昌是个瘟神 是个骚扰心 是他把瘟疫 带到咱们沙河真来的 是 你说你现在 梁永昌 这 恐怕是众怒难犯哪 林大伯啊 都什么年代了 你说这话太没信了吧 对 梁永昌 他的确艺术高明 他不是救过我 还救过镇阳 更何况 他已经洗心革面了 这一点 我还是可以保证的 怎么了 大伯 这 这 这 没事吧 怕是我也染上了这个病 有时间哪 不好意思 我们先走了 这 这 快快 不好意思 你们这是 什么 他们要把梁永昌给烧了 张大伯 我相信 你在这里不会孤单的 因为这里 有我妈咪 还有大块头儿叔叔 婶婶 他们都会陪着你的 也会替我照顾你 我们回去 嗯 张大伯 那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俊云 你怎么了 我 我头有点烟 怎么那么疼 你们干什么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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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你们别这样 快离开吧 我爹 我爹 他不是坏人啊 爹 你先回来 爹 你先回来去 我 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 你们快离开这儿吧 乡亲们 你相信你 爹 你不能解决了吧 爹 你别这样 乡亲们 你们快离开这儿吧 走 嗯 走 走 乡亲们 听我说两句 别听他废话 我寻死他 我寻死他 寻死他 寻死的 寻死他 秦惠 我明白了 赵石峻这个镇长 给罢免了 这沙河镇就什么都乱了 这本是个牢房 是个管制森严的地方 可镇长下的 这就变成了 谁都可以私刑报复 可我不怪他们 如你所说 这都是我应得的 应得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便是报名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不相信他 不相信他 好了 你们真觉得我梁永昌 是那个温神 就是你 不是你是谁 不是你是谁 好 我只有一个请求 这件事与小女千回 请大家饶他兄弟 我梁永昌今天 要杀要苦 悉听尊便 爹 把他带走 带走 带走 爹 手死啊 住手 如果你们还当我赵世俊 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 而且你们念在 爹 你起来 我是你们老镇长的清分侠 听我说句公道话 这场瘟疫 完全属于天灾 并不是什么灾心祸根的 要对抗这场瘟疫 完全是要靠我们同心协力 我从小身在沙河镇 我热爱这片土地 同样的 我也希望所有沙河镇的百姓 都能够安居乐业 为了沙河镇 就算取走我赵世俊的性命 我也再走不死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我的家 是我们世世代代要居住的地方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的亲人 每一份情 都是亲情 我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 我赵世俊什么时候做出 对不起沙河镇的事情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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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我说 烧死他有用吗 她是一个大夫 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 现在只有她 才能救我们全沙河镇的性命 给她一个机会 她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让她来救我们 相亲父老的性命 大家说好不好 持军兄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说心灵 这场温你来世凶猛 我没有一点把握能治好的 爹 再说 单凭你这三言两语 你觉得说我不是灾心温神 他们会信吗 不相信 绝对不相信 你们不信 大家听我说 我以人格担保 如果我赵世俊真的看错人的话 你们把我烧死 我没有半句怨言 要烧就烧死我吧 甘爹 你是沙河镇的性命 你不能被烧死 情悔 甘爹你听我说 你和爹 才是这里最重要的 你和爹 我爹是个好医生 我想 他肯定有办法解除这场瘟疫的 如果真的解除不良 那你们去生死我吧 千贵 你 爹 如果连你们都不相信 那谁还能相信你呢 我对你绝对有信心 我相信 我们沙河镇一定会赢的 大家请让开一条路吧 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救沙河镇 一定能抵制这场瘟疫的 谢谢你们了 赵世君 我梁永长跟你斗了何之二手 十指今日 我不得不对你说一个福字 谢谢 谢谢你为我养育了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我拜 拜得欣赴功夫 我梁永长做人做事 一向是宁我负天下人 也不让天下人负我 可今天 有一个人我是万万负不了的 便是我这宝贝女儿 爹 丫头 你担子真大 你就不怕爹又赴予你吗 好 七天 给我七天的时间 如果七天之内 我治不好这场瘟疫 你们再烧死 你们再烧死 师君 我就看待你的面上 梁永长 我就给你七天时间 七天之后 一定把你烧死 把他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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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快走 帘来 快走 继续 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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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见到 石俊兄 你们进来吧 大夫 我家老头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你们把手帕拿掉吧 林大伯得的不是什么瘟疫 只是普通的伤寒罢了 不是瘟疫 谢天谢天 各是虚惊了一场 大夫 我 我得的不是瘟疫啊 可吓死我了 没事久了 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我没有事情什么 老伴 你放心 我没事的 你先出去 先回去吧 石俊兄 我记得你说过 这场病刚发起的时候 死了很多鸡 是不是 是啊 死了很多鸡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 这场瘟疫的源头 应该是猴鸟 此时正是猴鸟迁徙这些 一定是猴鸟把远方的病毒 带来了沙鹤疹 接着传染给了家禽 再又加禽传染给了人 那可怎么办呢 梁大夫 石俊兄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先截断病人 要把所有沙鹤震的积压加紧 全部杀掉无重 一吃也不能 这可不行 像这般的损失太大了 大夫 听他说吧 还有 要让沙鹤震 所有的镇民出门的时候 务必戴上口罩或者手套 用他们护住口笔 这场瘟疫传播惊人 我想不是用唾液传染 也是空气传染 现在我们只能九十万分 希望他不是第二种 第三 马上要关闭所有的血糖 孩子抵抗力是最弱的 千万不能让他们 再染上瘤毒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把所有 已经染上瘟疫的人 集中在一块 有我统一治疗 不能让其他的人 跟他们再进行 过多的接触 好 那我们马上 把他送到牧场去吧 梁大夫 你要帮我吧 没有 这场瘟疫来世太凶了 千所为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不仅我们杀合着 这周围的相信 也会马上传播开来 我刚才之所以 让你们带上手吧 就是怕你们 依然生这种病毒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带 想要对抗这种新的病毒 必须要试药 没有什么办法 比我自己 心意染上这种病毒 用我的身体 来试药的效果 更好也更快 让你自己得病 这能行吗 持继兄 行 我们刚刚父女相认 有其他办法 我一定不会这样子 我们没有时间了 让我见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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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计 让我过去 出去 出去 让开 出去 别打呀你们 不要见她 正阳 千惠 千惠 正阳 绣云病了 什么绣云病了 我已经找过赵叔叔了 父亲都跟我说了 千惠 千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关系 你别担心 我不怕 我爹是这里 最好的医生 他一定有办法 抵抗这场瘟疫的 所以 绣云也不用怕 千惠 你真勇敢 各位父老相亲 我就是当年 新寡妇的儿子 行正阳 你们知道吗 梁永差害过我 害过我打块头爹 还害过我娘 我和梁永长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对她绝对不会有私心 我对她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偏袒 但是你们要相信我的话 她虽然害过我们一家 害过赵叔叔一家 甚至害过整个沙河镇 可是现在赵叔叔 甚至千惠 他们为什么愿意做抵押 愿意做人质 还不是为了整个沙河镇啊 梁永长的医术 你们有目共睹 方圆百里之内 无人能及 现在只有梁永长 能救我们沙河镇了 而且她现在已经变了 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相信她呢 你们为什么 就不能给她一次机会呢 我已经说了 我和梁永长有不共戴天之仇 若不要做人质的话 你们把千惠放了 换我 正阳 不要说了 如果梁永长 还牵连到上河镇的话 你们就唯我试问 正阳说得对 文医 娘 千惠 梁永长是跟我们有仇 可今天我也愿意为她做你呀 梁永 你们想 她的仇人都为她说话 你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好吧 不是我原谅她 只是事到如今 我们沙河镇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团结起来抵抗天灾 梁永长是个好待子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你们看 他们多年轻 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呢 我愿意留下来 如果这样能让你们放心的话 我也算为沙河镇尽了一份力量 文医 你们听我的话 让我留在这儿 你们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救人的每一刻都很重要 不要把时间浪费了 娘 你们开门吧 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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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慧 娘 现在沙河镇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了 瘟疫蔓延得非常迅速 我们要想尽办法 制止瘟疫的蔓延 我提依良大夫所说的 先把所有的鸡回收 再把他们杀掉 然后用水晶补伤给大家 也不知道这样做 是否能制止瘟疫的蔓延 但只要有机会 我们必须要一试 对啊 使俊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大家都相信你 对啊 对啊 我们相信你 对啊 对啊 好 对啊 哎呀 怎么样啊 你拿下来 带上 可是连宋酿 我们也没带呀 这场瘟疫 并 beans不免 能對付他 最好也是最快的方法 就是我自己必須先染上 然後用我的身體來染 爹 這怎麼能行呢 傻孩子 六天過後 如果還對付了他 爹不是一樣會來找死 六天 那笑雲怎麼樣了 他恐怕真的染上了瘟疫 爹 你一定能救他的對嗎 別說那麼多了 現在事故一致 鄭陽 你馬上通知 沙赫珍的所有父老鄉親 無論大人小孩 無論是出門還在家 每個人都必須要帶上道車 明白嗎 秦輝 你給我馬上進去 把所有秀魚用過的東西 都要焚燒乾淨 焚頭行事吧 沒事吧 溫衣 我沒事 怎麼樣 我沒事 你還好嗎 還好 秦輝都跟我說了 謝謝你 別說了 對了 外面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現在 感染瘟疫的人 全部隔離在牧場裡 應該不會擴散 對了 這個病 到底有沒有得治 不知道 我們只能盡力了 以前 可能要看天的安排 孩子們怎麼樣 秦輝還有鎮央 在牧場裡 幫助兩場照顧病人 秀魚 秀魚怎麼了 秀魚 可能也染上這個病了 施君哥 你不要擔心 新慈節一定會保佑秀魚的 我們都不要放棄好不好 對了 兩場有一封信 要交給你 你幫我念吧 雲瑩 雲瑩 對不起 我曾經傷害過你 我知道 你一直都很狠 其實 在我心裏 這些年我覺得 虧欠最多的人 也是你 所以我心裏 我不會奢求 能夠得到你的原諒 但允許我 對你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帶給我 這麼好的一堆 他們的出現 不僅讓我感受到了 親情的溫暖 更讓我知道 其實我病不過 這個事情 我沒有我想的那麼可怕 那麼邪惡 所以我一定要信心 來 不用客氣 如今 我也趕上了這場瘟疫 九死一生 請一定要答應 如果我真的有什麼不测 带着玉坤和千惠 尽早离开山魂镇 照顾好她 也照顾好自己 我梁永长 已经欠你够多了 我不能为你做什么 但请你相信我 就算我做鬼 也会保佑你们母子三人 一生平安 梁永长 你看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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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了 别哭了 我哭了 你来干什么 你觉得害得我们不够啊 要不是你贪污良成这个文神 我的两个孩子怎么会死 都是你呀 都是你的错呀 但是我 我都爱了 我的爱了 我稀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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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公سم刘 的很厮ench 轻 杨 雖独電 相加六嵇 纟了他的 aim 但我爱你新能能 γ身 直到便同事给爆弃 今夜的风又在吹来一首歌 那是谁为心爱无聊写的 爱的传说纷纷又恶恶 来去几人能残破 今夜的云又会带走一片水 那是谁为心爱的人落泪 梦不再多故事不再说 就让一切重归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